你中間 好 直到這一刻才知道 對 Go Busters 來到我們今天玩具TV直播 爆蘇,第十一季第八集 竟然不是德哥,德哥剛剛做了一些事 休息一下 沒錯,今天第一節 德哥在這裡 應他,德哥在這裡 有拉拉的 我們第一部分就是講幕後玩家 什麼叫幕後玩家呢 就是我們的收藏家或者幕後高手 這次我們又找到Lawrence 除了他借地方給我們之外 我們也會講一下他的收藏品 我們隔壁還有兩個主持人來介紹 其實我們經常都做漏這件事 我就是夏里遜 我也是,有片看的 我也是 另外一個就是大衛王 我想問高牌匪 也是王,你算是魔術界 其實我不算是魔術界 不過你的partner 是魔術界 遲些可以跟大家講一下魔術 這裡先解開 先講一下你 這個地方除了我們上次有介紹 除了你私人的會所之外 也是收藏了你很多的東西 是 我們今天純粹介紹冰山一角 是 講一下你的收藏心得 你會花這麼多心機 不要說錢 心機去做一個這麼英俊的地方 去收藏你的東西 其實為什麼呢 其實跟很多玩家一樣 因為始終自己喜歡儲物 就遇到一個男人之痛 就是家裡不夠位置 家裡不夠位置 之後就開始外面租倉 大家都知道租倉後 其實就是沒得玩的 有一些東西就是 放在箱裡 然後就放在倉上 有空進去的倉上 有煙像器 開完出來看看 最多拍照又放回去 真的很痛苦 所以持續了這個生活 也十年左右 後來就覺得 買了一些玩具回來 又開不了玩 又好像總是差一點 所以一直都很希望 可以有個地方去玩玩玩具 而我自己又有些特別的 就是一些嗜好 就是我喜歡把玩具 不是就這樣放一隻 我喜歡組一個場景 或者配合主題去放 就覺得感覺會比較好 所以就有這個想法 Loren說話挺厲害的 不過剛才我想了好笑的事情 如果把那些東西 填充題的拿走幾個字 就很糟糕了 又說男人之痛 又經過十幾年之後 就在外面找了一個地方 你想想到什麼 不過我們不是的 所以就是這裡想的就行了 所以玩玩玩具也是這樣 我們是正經版的 那我們就是玩玩玩具 我也是痛的 你也是痛嗎 有誰不痛的 對 玩玩玩具 大家看到其實你不痛 現在就不痛 以前曾經痛 但是付出了很多時間和心機 其實是付出了很多時間和心機 因為我自己也想過 因為計算上 自己的收藏也有差不多價值 我覺得要投資一個地方 去擺這些東西 也要對稱收藏的價值 對得住玩具 對的 對得住玩具 我不知道在看師兄 是否覺得自己對得住玩具 還是玩具對不起你 對的 有時候玩具有三四千 或者雕像一萬元都有 但是可能可以放的地方是 什麼呢 一個箱裡面 一個箱裡面 或者封層 或者是 不過當然我想很多都很愛惜他們 會拿出來搞一下 玩一下 封層也好 擺一下 其實都可以說多一點 其實一直都有一個這樣的想法 但是沒有一個衝動 要做一個這樣的地方 那個 觸發點是什麼呢 就真的是 因為金大師 上次說的阿里劍 阿里劍 那時候我跟他買了那一隻 全世界只有五隻還是十隻的超人 因為價值非常不菲 我以為我買了這隻東西 真的要有一個地方 好好擺放 所以那個就是一個觸發點 令到我覺得 我還有其他收藏 不如也要找一個地方 擺好它 有一個新的地方 但也要你 其實一直以來 都沒有搞過這麼大的地方 沒有的 真的不是你倉 但是覺得這次真的可以 用得到那個地方 或者擺一些東西出來 那你會不會擺出來 平時一個人在那裡看 跟老婆看 還是叫一些朋友來 你看看我可以 其實我自己暫時 上次你也走過 其實也是擺了一部分的收藏 因為我自己 我也不喜歡雜不登 不同類型的東西 擺在一起 我想同一類型的東西 和一個主題擺在一起 走進去的感覺 好像舒服一點 會經常換不同主題 所以每次換主題的時候 第一 我自己又可以 我挺享受去做 展示 去襯托那個過程 執完之後 又多個藉口 叫朋友上來看看 過了幾個月 又不同了 又可以上來看看 所以我自己當時做這個地方 一方面自己可以享樂 另一方面也真的想 你看到這裡做到 好像有梳化 又有桌子 其實真的想招呼朋友 會有時候 可能跟幾個朋友 開一些汽水喝一下 會的 會的 這麼開心 但今晚還未有 一間會的 一間會的 我想問其實兩位 Darwick和Harrison 有沒有很羨慕這個狀態 當然沒有 沒有 有這樣的地方 可以放這麼多東西 真的 現在是我都被插出來 以我所知 你們的玩具都不少 但是就 有沒有這樣的地方 去擠一些東西 沒有 我就好一點 我就 拿了 一間屋的 布 一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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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一大部分 放了一些架 把自己的懷舊玩具 展示出來 原來是這樣 可能有機會 我們去一去他的家 可以 遲些 有機會 有這麼多高手 原來是主題公園 可以 就是懷舊他的主題 對 那主題 今晚我們的主題 也有 講Ghostbusters 其實本身 你不僅僅是這個 竹鬼感死隊 超人 Wonder Woman 都是粉絲 不過先講這個竹鬼感死隊 系列 我們先講一些玩具 由誰開始講好呢 先講 Lego 先講 好嗎 這些東西原來都不便宜 剛才問你 嚇死我了 你說一下 什麼時候買的 其實這套東西 都有 我想可能兩年左右 其實當初 老實說 我不是Lego的粉絲 都支持我的 可以有一個自己的地方 當時我會買它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 捉鬼感死隊 可能因為我小時候 當時 當然我不是在戲院看 我不記得當時 還有一些大的 是否叫LD碟 那些LD碟 可能家人租了回來 然後看完之後 又覺得很棒 所以當時其中一個 很印象深刻 就是這間屋 這間屋一直以來 好像都不覺得有出過什麼產品 我看到這間屋 它做得 如果眨眼或是軟體 其實都不像Lego 我就覺得 如果是Lego 但是組裝出來 不像Lego 它做得很精細 所以我就很喜歡 而這個Lego 亦都有些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是可以打開的 對了 讓大家看看 如果大家有看過 捉鬼感死隊的 裡面 其實本身那套戲裡面 都整間屋 就好像一個消防部 因為它本身的建築物 原子是消防部 他們就租了我來 最標誌就是 它們會在那條滾桶 轉下來 就像消防員 有東西玩過 原來這裡 這東西 原來我們在法國 也挺有趣的 Lego也挺有心機 因為剛才是SAR 所以當然要轉回 對 就像David剛才說 在捉鬼感死隊 有一幕就是 有鬼了 一響就會 這樣轉下來 如果小孩看起來很開心 對 我那次叫我兒子來玩 對著這裡 對著三十分鐘 這麼開心 就是玩這個 對 你看到裡面 有很多仔細的東西 有燈 其實燈是後家的 這個也是 謝謝我老婆 又是她去做的 我就沒有太多心機去做 就是她很喜歡組裝 她有心機慢慢去把燈 慢慢去搏 把那些線 盡量收好一點 因為原裝 Lego那裡 沒有電 就是要後家自己出去買 對 那哪裡買的 你太太知道嗎 那些電 對 其實就是在Inpoints那些店 對 對 有間專賣這些 沒錯 未必一定會有貨 未必一定會有貨 對 有幾間的 有幾間都可以買的 大家自己找一下 所以裡面 很多不同的細節 也有出來了 對 很精細的打開 初初我看 這套肯定是3000 我記得我當初買到差不多這個架子 對 因為有很多架 我記得好像是 女版捉鬼感死隊出完之後 才出了 有一個架子 然後就有了這個 但我忘記了 是否前年 我忘記了 對 對 差不多兩三年之間 這套東西 雖然不是很新 但其實 我想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組裝 有些師兄會買了 但未必會組裝 未必會組裝 組裝了你沒有位置 對 而且組裝也很浪費心機時間 我只問我沒有什麼耐性 這是一個藍版車 不是女版的車 這是舊那套 這是舊那套 舊那套 車子還可以開燈嗎 對 車子是開燈的 不過還是要後加 今天就沒有入電 今天就沒有入電 這套應該很漂亮 先說這個LEGO 我們說另外你的收藏品 不止的 講開足夷感水堆 那一輛車當然不可以 怎麼不可以 這一輛 香港是不能賣的 這輛有的 其實我也在香港買 不過我相信 那個數量不多 因為 它當時是Hotwheels 它叫Elite版 剛剛三十週年的時候出的 所以我記得 那時候市面上 好像也不太多貨 整輛都是合金成分 最特別是多了四個公仔 我覺得這輛車也很流行 對 它其實有些有趣的 它這輛車 因為我之前有另一個Hotwheels的版 它裏面沒有那麼細節 但這輛車 它裏面會有 譬如你會看到它裏面打開 它裏面做得很細節 對 包括後面這個 那個好像擔架 其實就是把他們捉鬼感死隊 後面 未出發之前 這個 叫Proton Pack 就是放進去 它可以整個這樣抽 是否真的插進去 這個是插進去 插不到的 它就是模擬那個擔架的位置 它這個就會做得精細 我們慢慢插 我們可以拍一下公仔 其實背包和背包都很細節 當然我們不可以跟1比6比 但如果一個單卡車仔 連同這樣 1比18 記住這間廠是Hotwheels 對 就是你出公仔 看每一個人物的面相 都真的相比 真的不錯 對 至少有表情 還有認得出來 對 如果你說有些高手 你可以再收拾一收拾 那時候整件事就完全不同了 感覺 很漂亮 1比18 有比例 記不記得當時買幾千 我好像都是一千多元 應該不過二千 那其實很便宜 新產品來的 大哥 可以的 你現在買還有 有 五年前 這套差不多 這套新產品 五年前出的應該 兩套比較一下 幾個 真是 這套就是59年的Carlyland 那他們就把它轉了 因為它以前是一個舊戶車來的 然後就做了一輛捉鬼車 好了 車一車 還有一些特別一點 大件一點的 長品 我想補充一下 當這四個人 看著同一個位置 在電影入面 就是因為 就是看到它 謝謝你 我們分量了它 這個鏡頭很搭 很搭 可以 棉花糖 棉花糖 可以拍 OK 棉花糖那時候就會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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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其中一個主角 他就是想 一個 最害怕的恐懼 最害怕的恐懼 就是棉花糖 就是棉花糖 然後四位拿著槍 射它 然後爆炸 就不要做棉花糖醬 大家周圍都是 有表情 這隻的比例真的很大 對 1比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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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相信 可以的 可以的 挺合適的 但當時它比樓高 高過層樓 高過層樓 很厲害 這個是在哪裡買的 這個呢 我記得好像在網上迫回來 我就不記得是不是 Ebay 那它當時是 整套東西 好像是 叫做Mattel Mattel Mattel 最有趣就是它的手感 按下去 按下去 軟軟的 好像棉花糖 剛才我們也研究過 是甚麼材料 我們說這些是一些 乳膠 做床褥 做梳化 材料 應該這個是原色 所以你看到擺了一段時間 開始有些變黃 是嗎 是 但我們未有想到辦法 如何把它變成白 是 但鑽起來挺舒服 是 這隻手有關節的 有的 其實如果觀眾 對於類似的乳膠產品 變黃 又會有甚麼心得 把它變成白 都不妨在這個留言區 給我們一些提示 希望可以把棉花糖 把棉花糖 把棉花糖 變成白白 可能要把棉花糖 進入床褥袍 小姐 我想把棉花糖 或者變白 有甚麼方法 本來都不記得是甚麼材料 最近參加了泰國一間 床褥廠 他們是用橡樹的乳膠 做床褥 摸來手這麼紮 摸一樣 我才想到 剛才被玩具界的老前輩問到 好呀 是個小姐 這是甚麼廟 然後我說 咦? 是呀 好了 旁邊還有一些有趣的東西 這個真是少見 是不是 說了幾件事都早已買 這個人買到 車買到 這個少了 這個真是很特色 我講一下 為甚麼我會買到這隻 其實都源於是 三年前 當時有一個旅程到美國的 San Diego的動漫展 他第一次展示出來 當時他就說 1比4比例 我一看 很漂亮 我本身就不太喜歡 餵食鬼這個造型 但我看到他連著餐車 好像第一幕 第一次出現 捉鬼飲車隊要捉他 當時 那個造型完全掌握得很漂亮 特別是把桌布 還有這個是特別版 所以他的膠是半透盤 拍手會更明顯 手的膠片更薄 你真厲害 他到SDCC 很羨慕死人 其實說到那個 又可以分享一些故事 為甚麼 因為我當時也不熟 因為我打算SDCC這麼大 這麼多人 肯定買到票 我還記得 那年7月 打算計劃去 然後我2月份 打算大條道理才去買票 我發覺跌票 然後網上開始炒 然後我說糟了 那怎樣買 還有一部分的票 又說要是跟著人名 不能轉讓 當時我膽粗粗 就直接發電郵到SDCC 我說我香港人 很難得整個旅程 買了機票 就是想來這件事 可不可以通融一下 又沒有想過 最後真的通融了兩張票 給我 這麼簡單 這麼簡單 可能他的地位 真是 殊不同我們普通的市民 應該都沒有關係 可能你的誠意打動到 應該都是誠意 大家要注意一下 聽聞連機票 酒店都預早一點點 因為本身聖地牙高 它是一個不是很大的城市 所以大家這麼大的活動 變成到時候 酒店的供應是很緊張的 聽聞說 但好像也不旺 是那一下 據聞真的是這樣 好 時間呢 我們今天 還未完的 但是拍完這部分之後 好笑 我們稍後會再介紹 Ghostbusters一些大型的道具 我們出一出 質感好像 那個牌牌 這個爆粗牌呢 咦 那個牌 好了 不要走開 幾秒之後 我們主轉燈光 好 麻煩我們退一退場 好 好了過來這邊 你順便退一退 因為我們 退回來 好 來到這個畫面 快到了 如果燈光 燈光 照片好嗎 導演說OK 好開 好來到這邊 厲害了 這些是叫做一比一道具 對 這些就是一比一道具 如果有看過Ghostbusters 相信都會很熟 其實我曾經見過一支窗的部分 有人介紹過 但是我未見過整套東西 這個好像錄卡機 對 我可以逐樣介紹一下 其實這幾樣東西 我都是逐樣逐樣在美國買回來的 因為香港真的沒有人進去 我還記得小時候最印象深刻 就是捉鬼敢寫隊 第一個就是背包 揹著背包 第二個就是這個 如果大家有看過這部電影 它是滾出去 然後用來捉鬼 滾出去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腳踏 這個腳踏很過癮 這個 首先你看到它的舊化 都算做得不錯 這些細節 電子位置都做了 所以都是PROPS 對 而它最棒的是 它是亮燈和有效果的 嘩 你可以聽一下 我那些示範 我踩一隻腳上來 它真的可以踩 真的可以踩 真的要踩 真的要踩 然後當上面有一隻鬼 踩 捉鬼 好 收進去 收進去 只要在這裏再踩多一下 就像這部電影一樣 再踩多一下 捉了 搞定 收回它 它會有少少 扯到它 好 搞定 最棒的 不要停住 它還會噴電 會噴電 在這裏著了 裝了 裝滿了 然後你留意在這裏 一會有燈光和震動的效果 就好像鬼還在裡面 嘩 嘩 看到有一點小電 它可以做到這裏 過多一會兒會動的 整個東西 看能不能拍到 嘩 真的像回到70年代的感覺 好像一部電影一樣 嘩 嘩 嘩 那些僵屍先生 真的會動的 如果它可以 最後有煙出來就正 有煙就正正 真的還動的 那一下那個頻率 多漂亮 萬聖前的客人好 真的怕 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 你不要餵 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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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過程 完美了 熄了它 它就有一個 好像被關掉了 鬼的聲效 好 即是搞定了 對 那就是搞定了 我最深刻印象就是 你 幽靈顯示 幽靈顯示 這個又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 如果大家有看過 就是一個博士 一開始 鬼肉眼看不到 誰知道有沒有鬼 就要開著它 大家看看 換過TV 不是轉台 開著了 你看到 不是潘時鐘 燈效 其實是可以開著它 有了 有了 然後 它是要掃個人 掃一下 看看有沒有反應 掃一下有沒有反應 今天你沒有撞鬼 哈哈哈哈 很熟悉 另外這裡也有燈效 很棒 很棒 在哪裡 很害怕 在附近 如果有反應的話 聲效會比較快 咦 David 慢一點 這個沒有什麼反應 這個呢 這個沒有關係 應該會爆椅子 你試一下 你試一下 會比較快 很快 好 好 鬼最窄的就是 看來這個 閉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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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後面多一點 咦 果然是一個師傅 好害怕 很害怕 很害怕 嚇小孩要一流 真的不要嚇小孩 所以這個也挺有趣的 我想不到那麼多東西要玩 對 我第一次看到 真的 可以按按鈕 它有這個模式 大一點的模式 收起來 哦 對 這樣 有一個人 玩這些 對 因為有時候 我喜歡跟一些公仔互動 有時候就捉著 衛食怪在那裡裝 好像有 有些反應 但整間公司只有你一個人 對 真的有反應 對 就是這樣 你老婆讓不讓你和我兒子玩 可以的 可以的 他們也不懂這部電影 對 還未懂的 另外如果想看到鬼 就要戴這個 對 那就要介紹一下 這個 這個 其實這裡有個眼鏡的位置 我不知道能否拍到 你可以試一下拍下去 看看能否看到它的效果 它裡面是看出去 有沒有 對 它有一個Hologram的頭寫 就會看到衛食鬼在那裡 左穿右插 對 對 很害怕 有些寒衣 好害怕 還有聲響會咬 對 只要你戴著才能看到 還怕 對 正常 正常 戴上鏡 這個 這個可以戴上頭 然後 當你看到鬼之後 當然要出道武器去捉鬼 我走了 果然有個粉絲在那裡 這支 大家都有看過的 就是捉鬼窗 平時就連背包包在後面 然後一有就拔出來 這個也挺棒的 記得有很多東西玩的 對 它有幾個效果 那 就 我先看看 是功能的 對 是功能的 看到它 縮了 頭的窗 嘩 然後再按這個按鈕 就會有聲響 還有會震 我感覺到震 對 這支是傳聞 因為他當時說 電影裡面不是說兩支槍 如果太近 這樣 就會爆炸 傳聞就是 如果你真的有兩支 一起射近距離 它的震動就會很厲害 但我就是 第二支 所以就沒得事 這樣不行 這樣不行 這樣 應該最受歡迎都是這支 我就 印象最深刻 印象最深刻 我就這個 這個 我完全沒有見過 會震的 會震的那一刻 會震的那一刻 而且我也挺喜歡它的 格式藝術 你看到整個盒子 弄得像一些木材 很有心思 有警告 是 就算放在這裏 就好像整個 東西在這裏 是 一提到盒子 剛剛波卡會說 是 差一點 不說 很漂亮 它現在在這裏 是 最後我們 可否再試一次 這個感覺 可以 好 今天很感謝Lawrence 幫我們 介紹你的收藏 先說一下 我先說了沒有 我先說了 因為真的不是平時 我們會買這些東西 是他們的 這麼大小孩 我喜歡買一些 另類一點 有時候 有些特別的東西 展示出來 給朋友看 未看過 有趣一點 你這樣對朋友 你過來 我來試一下 你這樣 通常叫人來喝東西 吃東西 喝東西吃東西 然後又拿一些有趣的東西 那是多個題材 是的 好 今天謝謝Lawrence 好 大家留意著我們的 咦 在那邊 在那邊 可以 好 我們繼續有我們的直播 多謝Lawrence 他還沒離開 我們繼續介紹 我們今天還有很多半個未爆 好 插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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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